大家好,我是科幣托Crypto 現在是台北北京時間8月5號晚上10點 昨天有位朋友,他註冊完BitGAD 用我免費無條件送了5U之後 他第一次做合約就賺了25% 他是實踐啊,他不是跟我的單 這是最重要的 其實我最有價值的地方是 我的分析方式、思考方式 跟我的想法應對 而不是多空點位 這是我根據頭肩頂所做出來的空單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都有即時的分享給大家喔 在今天下午2點43分的時候 我都有講ETH15分鐘圖都有出現頭肩頂型態 如果你有抓住的話,這波跌幅也是相當可觀的 這也是另外一位朋友 他跌破趨勢線,他也順勢開空 目前也有50%的收益,非常恭喜他 這是我專門跟OE交易所要的QR Code 如果你還沒有OE交易所的帳號的話 歡迎點擊下方連結註冊一個OE的帳號 掃描QR Code之後呢 你就可以來到下方的抽獎頁面 你最高可以抽到一個BTC的紅包喔 這個也是我昨天 以太坊突破趨勢線我就順勢做多 獲得了非常不錯的收益 這個也是BTC 突破趨勢線我就順勢開多 各位,我們一起回到BTC盤面 我們先從BTC的15分鐘級別盤面來說 BTC的15分鐘級別盤面呢 其實有很多做單的信號喔 像是在這裡 我昨天就在這裡做多了 在這裡開多 那在這裡呢,還有這裡都可以分批止盈 那我跌破這裡的時候我也有開空 在這裡還有這裡分批止盈 我們剛剛是走出了一個 急跌 然後又瞬間長回來的 2B2Bar Breakout形態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以太幣 以太幣它感覺是爆拉了一波喔 我今天呢,所做的空單就是跌破這裡的時候開空 那在這裡止盈 在這裡止盈 在這裡差針的時候也有止盈 那它目前呢 也是因為倫敦分岔 倫敦硬分岔 利多出境 在這裡就差了一根針 但是現在呢 又立刻彈回來了 我們要很密切關注 這個利好 這個利好被消化掉之後 接下來以太幣的走勢是怎麼樣的 接下來我們切換到BTC的4小時級別 我發現了一個很重要的頭肩形態 如果這個頭肩形態 它有效跌破的話 那我會順勢做空喔 在這裡做空 各位可以關注下我下方的指色區間 也就是36500到3600的區間 如果我們跌破了那很抱歉 我們的Daily 還有4Hourly 全部都是轉成Down Trend 我們現在還是在一個Up Trend當中 但是如果我們跌破了這麼重要的支撐的話 我會把我在底部 超底的現貨全部都出清 而且也很有可能會順勢開空喔 大概在這個點位 它跌破就開空嘛 或者是它跌破回踩的時候 在這裡開空 也是可以的 那現貨你不用問 跌破36000我一定是全部跑掉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以太坊 我有為各位整理出幾個以太坊 比較重要的支撐主力區間喔 從最上面開始說 最上面是2900的位置 這個2900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esistance 我很有可能在這個部分take profit 那接下來就看到2400 這個2400呢 如果跌破了 那我在下方超底的現貨 我也會分批出場 因為2400如果跌破 那表示我們在這裡突破的行為 它都是假突破 我們最後看一下比特幣對賞以太坊的圖表 我們轉到天圖 各位可能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我之前都有給到各位喔 這個圖我們要怎麼運用呢? 它現在也是走一個symmetric triangle 我們突破了 可以在這裡做多 怎麼做多 就是把比特幣換成以太坊 因為以太坊會有比比特幣更好的一波漲幅喔 果然你們看 它現在也是有了一波還不錯的漲幅 碰到了我之前所說的 紅色的resistance 如果我們還可以站穩的話 那我會把更多的比特幣換成以太坊 因為以太坊會有更好的漲幅 那我目前呢 也是遇到了這個紅色的阻力 所以我也售出了我20%的以太坊 今天遇到了很多設備的問題 先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做得很好的話 歡迎在下方點讚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為不收錢沒有任何條件的 即時更新 給我最大的鼓勵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非常有意思 ETH每年最低的價格是多少 2015年才0.41美金喔 到2021年今年 我們最低來到了740美金 那最高呢 應該不用我講吧 4300美金 其實定投這種龍頭的加密貨幣 是非常非常好的策略喔 即時技術形態 行情分析 禁止發言 群組連結在置頂留言 歐益交易所交易對齊全 加密貨幣衍生品交易量世界第二 點擊下方連結 獲得圈網最高20%手續費返線 如果我的影片對你有幫助 幫我點個讚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最賺錢的 比特幣中文頻道 加密貨幣行情巨石孝行 如果你不想錯過 下一個教育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接受我第一首的 精準分析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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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